晚上最近的现场 金华城弊案出现了重大进展 就在今天早上的七点多 简连办案人员来到了民众大主席柯文哲的住家进行搜索 会不会直接带回约谈呢 最新状况连线记者周沛宇 好 主播观众 持续带您来关心现在呢 金华城案有了最新的重大进展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处所 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里呢 是挤满了人 而稍早七点四十分的时候 简连单位呢 就已经到柯文哲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处所来进行搜索 您可以看到呢 其实现在一早呢 柯文哲是都没有现身的 不过传出呢 他今天呢 简连单位就会带回 包含柯文哲等四人的相关人士一起呢 带回廉政署 预计呢 在搜索行动结束之后呢 就会一起都带回廉政署进行征讯 而在征讯完毕之后呢 预计在晚上的时候 就会再把这些相关人士 包含柯文哲 全部呢 是送到北检来进行复讯 您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呢 其实包含省庆金 包含殷小薇都已经被收押了 所以呢 现在呢 这一波简连的搜索行动 针对的对象呢 就是前台北市长 也就是现在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现在呢 简连单位是持续在里面进行搜索当中 大约在稍后 有最新的状况的话 我们也都会持续在为您掌握 以上呢 现场最新的时间交还棚内